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早在民国初期 这里就出了一位164岁的老兽星阮国长 他所在的这座村子 也因此而被称为长寿村 今天 51岁的村民慕福海 一大早就上山了 检场村 位于宽殿以东60公里 这里山巒迭翠 作树成林 每到夏季 温暖湿润的东南几风吹过 是放养座蚕最理想的天然餐场 作残又名山残 不光能吐丝 还是一种高级营养补品 现代医学认为 作残蛹 能产生具有药力活性的物质 可有效提高人体内白细胞水平 还可提高人体免疫力 延缓人体机能衰老 目前是国家卫健委唯一认可的 可食用昆虫 沐浮海 村里养餐大户 靠这项产业 每年都能收入十几万元 作残是一种神奇的昆虫 短短一生中 要经历四种形态 即卵 残 永 鹅 那他的自然而言 就在公鹅他们俩分开以后 他自个就分了 到世界他自己就分开了 每年春季 牧福海和家人 都要先给他们配队 拆队 掐翅膀 直到他们缠软 这个鹅烧地卵 四天以后就出残了 显微静下 我们来看看残宝宝的诞生过程 刚肤坏出来时 残宝宝的样子黑黑的 有点像小蚂蚁 俗称 乙蚕 一蚕�上山吃作业 每隔七天退皮一次 四次退皮后 称为熟蚕 现在 熟蚕进入吐司作茧阶段 结茧完成后 大约四天 疏蚕就会变成熔 这个箭儿就是说 江江才坐上 坐上大家在一片的时间 在一片的时间 现在是远的 而且还偷信 还能看到的里头是蚕 这回去这么一把 嗯 今年又一个丰厚年 这又一个丰厚年 秋天 放缠三个多月的慕夫海和妻子 终于迎来了渴望已久的收获季 辛苦劳作了一整天 一家人开始下山 我家又拔了一些了 你下来坐吧 你下来坐吧 你看这家怎么样 行行行行 你再接 它矿小 矿了三家 一些三百 现在 现在 慕夫海和妻子 要把这些简壳 用专业工具打开 然后 把里面的蛹取出 有些蛹 因其节简时间不足 初简时 呈绿色 人称 小神仙 灯光下 这些可爱的小神仙 玩起了变脸游戏 一夜间 就完成了 颜色革命 接下来的这段日子 慕夫海几乎每天 都要上山摘剑 这是一年中最关键的时期 今年大检收成可观 妻子黄雁华 要给老牧炒几个小菜 犒劳一下 爆炒减涌 是村里家家户户爱吃的 一道特色菜 下锅后 先爆炒之微微起窍 再加入各种调料 即可香喷喷出锅 炒熊残鹅 堪称当地一道滋补硬菜 据村里老辈人讲 这道菜也是当年软锅肠老人的最爱 现在 村里已有意 把这道菜作为长寿村的养生菜 向政府有关部门 提出非议申请 最后一道菜 咱们吃饭吧 哎呀还不错你 永远先炒的个 熊残鹅不光可以炒菜 还可以用来泡酒 村里人讲 当年软锅肠老人行医时 也曾把这种土法泡酒 推荐给世人 94岁的村民范玉才 一生放残 至今耳聪目鸣 干其家务活 一点不比年轻人差 老人每天都有个 雷打不动的习惯 就是喝一口 自己泡的熊残鹅酒 我见了五倍印 见了五倍印 那个对我生女 她的二人 又生孩子 那不就五倍印吗 穆岩富 宽殿县万豪酒店厨市长 今天 她要亲自去市场 挑选新鲜的节友和残鹅 这个全供的 这是全供的 都是我的 从1929年 我觉得能把家乡的土色餐 通过自己的厨艺 吹香漩涡 这是最重要的 少喝点底油 变成了出来 这个是烧好新鲜活的 然后剁水 炒菜 那个炸的时候 油味就要控制好 这个是烧好小的 水 这 Просто会是烧酒 forens丑 这会不是大小 激烧的 我们都很小心 温宽 ciam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